十條烏魚子交叉相疊 就像是一座小山丘 這麼澎湃的菜色不是家庭聚餐 而是台中一對新人的喜酒 烏魚子還是新人自己準備 要來招待親朋好友 不惜重本辦喜酒 就是要讓客人吃得盡興 來給我們請客 一定是都給朋友和親家 那就是我們盡興 他們吃得高興 我們主人家也是高興 烏魚子大約四到五兩 市價超過一千元 一桌有五副 光烏魚子就要價五千塊 還有自己準備的魚翅 明蝦和烏魚 這些食材價格破萬 再加上餐廳料理 一桌大約三萬塊 洗開一百零一桌 總價超過三百萬 昨天的差不多是這樣的 這個長 長 長 甜 昨天的差不多是這樣大 不只料理吸睛 新人背景也大有來頭 家裡從事魚產業 是烏魚子的大盤商 魚貨都是野生出海捕撈 目前已經傳承到第四代 那我兒子他是自己 自家的遺傳自己抓的東西 自己準備幾樣而已 阿嬤表示 家裡有八個孫子女 這次娶孫媳婦是家中大事 主婚爸媽別出心裁 想出用自家魚貨幫大家加菜 不惜重本砸三百萬開桌 讓親友印象深刻 記者陳廣瑞 許有翔 台中常報導 顯示範 Rio 王 谢谢观看